哈囉 大家好 我是空姐愛妻頭 今天這支影片呢 要來開箱Postco購買的洗碗機 Yeah 撒花 那因為之前呢 我本人是比較不常在家 也比較少煮飯 但是呢 就是疫情的這一年啊 那個廚藝真的會進步耶 因為那個外食真的吃膩了的情況下 後來就想說好吧 那我就開始呢 當了廚房的煮飯新手 發現了每一天的碗量真的很多 而且呢我真的是超級不會洗碗的 就是粥很油 真的很煩 最近呢我真的就是 認真的跟我老公聲明 我煮飯對不對 那你就...你就是要去洗 洗了幾天之後呢 他好像也覺得 欸? 是不是我們家也可以來購入一台洗碗機呢 那我們今天訂的這一台呢 就是線上其實就可以下單的 他這一台是 Bosch的60公分獨立式的洗碗機 這個的價錢呢 是30799元 對現在就是缺貨當中 它是德國設計的 然後可以有12人份的容量喔 Costco現在上面還有進貨一個新款 就是比較小型一點的 45公分的 但是呢 不行啊 洗碗機當然人家就有說 真的是 能買大就買大 就不要買小 我覺得能洗鍋子一定是最方便的 而且呢我最近那個 Nioflame的鍋子 它是可以丟洗碗機的喔 所以呢現在我們決定就是也要把我們的鍋具呢 全部都丟進去洗 那今天呢有留一點點髒碗還沒洗 我們晚一點 組裝圓周之後呢 我們再來測試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家的小廚房 我們就是後面這邊有一台洗衣機 然後冰箱 然後的一個小空間 那本來啊 就是我們其實是放這個小小的電器櫃 在剛剛那個小角落 但是呢因為我們決定要裝洗衣機進來了 所以就決定把這位置讓給他 然後就把洗衣機跟冰箱就是推進去 那因為我們家本來這邊 這塊木板其實是做更出去一點的 那我老公就是這兩天呢 就把這個木板就是削的短一點 才可以把冰箱推進來 哇你看小家庭的空間都要蜘蛛比較 好那剛剛那個檢測人員他先評估過 我們這邊可以裝之後呢 他等一下會帶他的同事一起上來 然後幫我們裝 預計呢就是會裝一個小時左右 辛苦了 兩個人 粉 這邊是粉 粉或錠 我們機器不一定洗碗筋 好 粉或錠可以放在這邊 這邊有粉的話可以用刻度去做輔助墊 好 每次洗要蓋好 那門打到最開之後 在這個地方 光潔劑是這個 對 這個槽 這邊有個麥克斯 最多這個門開到最平之後不能超過這邊 喔好 了解 軟化岩槽在這邊 什麼槽 軟化岩槽 那個鹽巴要放裡面 那要放多少 一次最多一公斤 你可以分五百克五百克加 濾網 就是可以清洗它 對這個沒有方向也可以 哪邊都可以裝 這個地方也可以拆 這邊有卡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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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一下 推 推這樣 就可以開了 好 這個就要看你們這邊的使用環程度 去做泡沙拉扣的動作 不然的話可能會有機會 有菜 對啊 這個地方就這樣 稍微給它轉一下 它就會平進去 好 這個箭頭要對箭頭 這個箭頭在前面 這邊都可以做 深色 這一個 深灰色 淺色這個 像這種就不能調整 這個都不能調整 那鍋子的話我會要放哪裡 好 鍋子的話您可以 對這個壓下來 可以壓下來之後這樣高的蓋子 這個上面也是黑色可以去做調整 你們這個可以 兩邊壓下去就會往下 正常抬就這樣抬起來 這個要多拉 多拉才會抓得到那個 感覺 因為這個不是很好拉 多拉多使用才會抓得到那個Fu 你們在擺放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一個動點 就是 比如說我的手是叉子 一定不能擋到這個 我不能擋到它 這樣如果擋到的話 可能會導致 這個會壞掉 所以它就是上下各一個那個 旋轉的那個東西 下面有一個 上面有一個 好 謝謝 所以這三個就是贈送的 然後這個是它原廠的送的 所以這個是品質比較好的 因為上品質牌子看的時候 它有一個這個Q的等級 這是它最高等級 給我們試用看看的啦 所以如果好用的話 之後可能大家會買這個 高級一點的東西 這個就是是Costco的 訂的這個 然後送的這三款 對對對 喔 好 謝謝 麻煩的送起來 半個小時內 不要拿出來 因為很燙 就是使用完之後半個小時不要拿出來 因為很燙 因為很燙 愛注意喔 半個小時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決定把它拿出來 還可能做收納啊之類的 不好意思你再講一次 這是我們的洗碗機 不沾鍋跟木頭不能洗 主要是我們的水刀怕把塗成刮掉 喔 刮掉之後它就會沒有效果 木頭是怕刮掉之後就會壞掉了 但是如果那個不沾鍋有寫說 可以放洗碗機 對對對 的話就可以這樣子 我再講一次就是 基本上建議的話就是 就是65度的洗 然後洗成大概就是兩到三個小時 然後你也可以最高溫70度 就是很油的鍋子嘛 對不對 然後也可以這個環保的就是深水省電 對 但是它洗成也跟它一樣是三個多小時 這樣 對不對 然後這個40度的是柔洗 45度的是快洗 就這兩個大概就是一個多小時 就解決了 但是就不建議用那個錠下去洗 因為有可能溶解不了 好 好了解 然後我想講再講 這個是那個你剛說是什麼 光結劑 光結劑 不足 這個是鹽 不足 然後這是水 有可能停水什麼出現的異常這樣 然後這個 烘 悶乾燥 然後這個就是正在洗 耶 完成 好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 還有就是 每半年至一年就是要購買 勃許專用的清潔劑 對清潔劑跟保養液 跟保養液 因為就是怕那個洗碗機洗久了之後就會有異味 對 了解 謝謝 OK了嗎 可以了 好 結束完成 耶 他們離開啦 那 我剛剛就是聽起來我有覺得就是 沒有到很吵 其實還是有聲音啦 沒有像洗衣機那麼吵 但是剛剛那個先生有說 他說如果碗盤進去的話呢 應該會再安靜一點點 就不會像他直接打在他的那個壁上會這麼的吵 好啦 我準備來第一次使用我的洗碗機了 那他這邊有一個教學影片 他就會建議我們要先去看完一遍之後呢 再來操作這個洗碗機 好那我等一下就要來把髒碗呢 都放在裡面 然後等一下要添加那個洗碗錠啊 還有 還有一個手劑的就是要把它放在裡面 好我們現在來操作吧 接下來就是這個洗碗錠 像這樣子一顆 像糖果 放進去 然後再來這個是光亮劑 三小時後 耶 成功 你說成功 很乾淨 喔這個溝槽就是 沒辦法還是有一點水 還是有一點水 就應該要開 這個鍋子 還有一點點水珠耶 拿出來好了 然後還洗了一些奶瓶 那洗完奶瓶我們會再拿去消毒 消毒 耶 好 那今天這一隻開箱Costco的洗碗機的影片就先到這裡啦 那大家如果也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要留言給我並且訂閱小鈴鐺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 小鈴鐺 小鈴鐺 雷 對 要對 要要小心 站近一點 對 很好 來看鏡頭 你幫 你幫木木穿 你會嗎 會喔 對 你幫木木拉 你幫他拉拉鍊 木木拉 爸爸,你怎麼回事?